來省的愛葬陳宗彥遭報過去 涉嫌接受性招待喝花酒 幫業者喬執照 監院彈劾提案 但想到結果既是兩票成立 十一票不成立 彈劾案不通過 彈劾不成立 所以我就直接提調查報告 要等台南地檢署 他重啟調查 有關陳宗彥的監聽議文 台南地檢署不給 行政簽解的公文也不給 提案監委調查 陳宗彥為掃雲有空嗎 根據台南地檢署偵辦 監聽議文 賴截圖等資料 共八次接受酒店業者性招待 陳宗彥卻辯稱陳董不是我 經驗難採信 直接秀出對話截圖 諷刺的是監察院認證 陳宗彥喝花酒 事前洩漏公務機密 換性招待 用的還是難以監聽追查的微信 最後監委卻是懸殊筆數 否決彈劾案 再當狂炮轟 公務員接受性招待涉灘 連彈劾都不通過 恐怕世界少見 責任聖策的大法官監察院當大法官監察院都是蔡英文的人就怕再怎麼不法都沒人敢辦 頓官真的監察院大法官現在全部都是蔡英文的人 即便他的證據已經這麼這麼的明確 但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從王密聖搞婚外情還升官 和花酒幫喬事陳宗彥 檢方查半天不給資料 到了監察院不被彈劾 外者諷刺不敢打老虎的養老院 難道真的如此悲哀 記者楊潔李一璇 SNG小組台北報導